自私欲求不满不是原罪 但傷害到其他人 不論直接或間接都不應該 歡迎收看五二慧客序 我是何慧榮 有個飯圈用詞 相信大家都挺熟悉的 那就是他房 說的就是心目中的idol 在粉絲心目中形象坍塌 這個詞源自於飯圈 今天要講的這個實際案例 是發生在南韓娛樂圈 只能感嘆有些經典韓劇 隨著演員他房 大概再也無法重現了 而這名男演員在台灣說到姓名 或許大家可能不太知曉 但要是看到長相 有看韓劇的朋友 肯定無人不知 他就是姜志煥 心圖大好 既因為性侵形象全毀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一還原 首先我們來講講這名 南韓演員姜志煥 出生於1977年 本名趙太龜 原先在2002年出道 很快的每隔幾年 2005年 就藉由主演的 加油 金盛 快速走紅 直接包攬了該年度的 NBC演技大賞新人獎 以及優秀男演員獎 由於他平常給人的形象 都是相當斯文 深情 成熟穩重 對於劇中的角色 也都是相當投入 後來主演的快刀 紅吉桶 歷史清喜劇 從小說改編的 精神醜聞 還有同名愛情間諜電影 改編戲劇 七級公務員 無打片 無間道之 殺手遊戲 順道一提 這部片還有書自寫 還有一部愛情喜劇片 仇男大變身 都讓江智患 一步步走向事業的高峰 成為了當紅男演員的江智患 卻敗在了自己的獸心 2019年7月9號晚上9點41分 南韓警方收到報案 報案人指稱收到朋友的求救簡訊 上面寫著 我在一人江智患家裡喝酒 現在被關在這裡 幫我報警 警方確認 獲報的資訊之後 直接到江智患家破門逮人 很快的媒體也掌握了消息 並報導 原來他所屬的經濟公司 安排聚餐 餐續過後 江智患邀請兩名女職員 到他家喝酒 續攤 後來就安排房間 讓女職員休息 但是江智患卻借著酒氣未退 闖入他們休息的房間 上下其捨 其中一名受害女性 後來在受訪的時候指控 就他醒來的時候 看到江智患 正在試圖侵犯另一個女人 而且是當著他的面 沒想到他自己拉開被子一看 自己也是一山不整 懷疑自己已經遭到了性侵得逞 而當下他崩潰尖叫 另一名女性才沒有被侵犯得逞 而案發時間點正式拍攝 朝鮮生存季劇組收假的空檔 形象嚴重受挫 加上江智患要接受調查 他的所有行程直接喊咖 劇組就直接火速換腳 帶另一名男星徐芝士來救火 原定20集的影劇 直接緊急縮短為16集 經紀公司更是直接發出了聲明 說會誠實接受調查 也只能做到盡量別再擴大損失了 因為戲劇製作公司提出了 63億韓幣的球場 隨著江智患接受調查 很快地就承認了所有的罪行 不過卻被網友踏罰說 他毫無悔意 只想脫罪 原因是他一口氣聘請了 4名知名律師 當然人家要請幾人 那是他的自由 只能說這錢花的值 因為案情也迎來了 第一次的大反轉 由於一開始江智患火速認罪 所以很快地就迎來了一審宣判 在案發當年的2019年11月 檢方起訴求處3年有期徒刑 12月一審判決結果出落 江智患有期徒刑 2年6個月緩刑3年 要接受40小時的性暴力治療課程 還有120小時的社會服務 3年內也不得從事 跟兒少相關的工作 江智患不服上訴 2020年6月2審維持原判 最後一次的上訴機會 就這麼剛好 風向突然扭轉 案發當晚 江智患豪宅內的監視器曝光 江智患先知跟A女 還有B女在屋內聚餐 由於他們兩人準備離職 所以江智患分別給他們都包了點錢 江智患也單獨跟A女在游泳池游泳 很快的江智患不聲酒力 被A女扶到了臥室 江智患直接睡了過去 而A女則是洗漱了一番 並且只穿著內褲 自己在豪宅裡面閒晃參觀 至於B女則是傳文字 還有語音訊息跟朋友炫耀說 自己到了南明星的豪宅 這個重複的字呢 就如同中文呵呵呵呵 表達窃喜或是暗爽的意思都是有的 這樣的態度被揭發 對於被害方相當不利 而關鍵的檢查報告也被揭露了 A女身上並沒有任何江智患的DNA 被認為最多就是性侵未遂 算是性騷擾吧 而B女身上有 但怪的是竟然是在衛生棉上 當時的輿論導向是 如果性侵或是性騷 不該只是殘留在衛生棉上 認為只是因為B女穿了 江智患的衣服才會轉移到衛生棉上 因此B女連帶被質疑說 為何報案時聲稱被囚禁 提告時才突然冒出性騷擾一說 而被害方的律師則是以受害當下 會想要躲避自己受到的傷害為由 才沒有在報案當下全盤多出 這樣的質疑是毫無根據的 但不論如何 這樣的逆轉風向對被害人相當不利 有可能會影響最終的上訴判決 雖然江智患否認性騷 但承認的強姦 還在法庭上聲淚居下懺悔 說無法原諒自己 何後悔也說親手回了自己的夢想 時隔一年多2020年的1月份 南韓最高法院維持原判 江智患依然要面臨兩年半的有期徒刑 三年緩刑 以及原判的社會服務 還有性暴力治療課程 然而江智患要面臨的 不只是刑事責任 當紅男演員自毀新途 戲劇製作公司的求償也定業了 江智患要賠償53億韓幣 相當於新台幣1.3億給戲劇公司 至於經濟公司也要共同負擔6億韓幣 相當於1500萬的新台幣 此案在2022年9月駁回上訴維持一審 跟二審的判決 確定要賠償天價損失 江智患人設崩塌 難以復出只能退出銀光幕 各種黑料也跟著被挖 早在2014年的時候 就曾經有一名菲律賓的女子 在臉書PO出跟江智患的床照 被網友瘋狂分享轉發並議論 那時候危機公關處理倒是挺快 PO文女子也澄清說自己的老公 跟江智患是好朋友 一時好玩才會跟網友開了個玩笑 事後被罵翻了緊急關板 也算是戰告了一段落 此外就在性侵疑暴發後不久 江智患一度被懷疑吸毒遭調查 不過驗讀結果是呈現陰性反應 但不論如何根據判決結果 加上江智患坦言的性侵惡行 不僅難以翻身 恐怕過往當紅時期所賺的片酬 都還得兔還給戲劇公司當賠償了 這紅極一時所賺的錢 來得快去得快 終究都是保不住 您的看法是甚麼 歡迎留言跟我討論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五二會客室 我是何慧榮 我們下回見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梅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 798 CTI 798有何外的折扣 先傳到帝國費封溝 IMSUQ Sozial資稟 我時候準備做出品 妳好說 我記得這些 可是 也是 通通 某